感謝Miles跟主持人阿峰這麼熱情的推薦 那我PO的太晚 抱歉 我的關鍵其實是熱情 然後顛覆快速 那其實大家先看影片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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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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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子就產生興趣 我就覺得說這個筷子居然這麼特別 所以我回來我就想說 也許我們學產品設計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去 找尋一個東西去做為起點 那我回來就想 這個環保塊 這個免洗塊 這麼毒 實在對於我們身體跟環境都不好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沒有人做一雙好的 我就一直在想 那時候其實 真的做這個的還很少 這個 然後後來 我就開始想 然後開始設計 那 一方面這個 這個環保塊是我們 老主中留下來的智慧 所以說 就是 我也是 開始說 怎麼樣去演變 它才會變成一個 真的 好東西 那好的設計 那時候還很少 我大概 五年 五六年前開始想 然後 我想說從這最小的東西開始做 但是一做 做一雙筷子 就屌耶 就 沒完沒了 因為做一雙呢 有缺點 我就想說 我要改良 我再做第二雙 因為我沒有多少 我沒有多少創業資金 我就繼續做第二雙 第二雙 就 改良之後 覺得 不錯 但是呢 還有 大家為什麼不拿 應該還有別的需求 我就做第三雙 就這樣一直做 做了十幾雙 後來 就是很 一個一個機緣下 就是說 我 認識的這個 Flying V 因為老說 我們 後來 也是 說實在 就是 我們資金不是很多 那 我覺得說 我們也不需要非常大量的生產 我們就先做出來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再買 這樣比較環保 不要說 你先做 做了一堆 但是 還好我們的筷子 目前銷量不錯 只是宣傳不足 然後 所以說 怎麼講 就 就 等於說這個 宣傳不足 大家還不曉得 但大家看到 剛剛那個 就是 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 很小一隻 大家 大家可能覺得說 這個 這個東西 大家都有聽過 趙高 指入尾馬 故事 我說這是筷子 一雙筷子 跟一個筷架 大家可能覺得 這個是趙高 指入尾馬 其實 我不是這個 說這個是 這個筆是筷子 可是 它真的 我們就把它縮到這麼小 讓你不會忘記攜帶 那我們也做了手機調式 有各種 各種版本的 那可能就是說 行銷上面還要加強 那 今天用這個網頁 真的是不得 不得已 那我希望說 下一次 我在 如果有機會 後來私底下 我跟大家好好介紹 然後 我覺得這東西 我們先用 因為這東西是 需要 電腦去那個 電腦車廠 精密車廠去做 那我想說 你一輩子就用這一雙 我們 我們基本上 希望說它保固 保固 至少就是三年 那 零件都可以在 就是優惠購 那它有很多特點 它有防縮頭 容易清洗 還有很多特點 那 這個大家再上去看好了 我想 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希望說 每一個行業 都可以貢獻自己的所長 然後 去 去 能夠 幫這個環境 還有幫周圍的人 去 有更好的一個生活 更好的一個生活態度 我覺得這是我的 我的目的 嘿 那 我們再 還有一點就是 生活美學 我覺得生活美學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從一隻筷子 開始 改變我們 一個人 的生活態度 跟生活美學 就好像一隻 有一故事 就是說 有一個人邋遢 很邋遢 然後 生性就是 懶惰 然後家裡亂七八糟 那有一天呢 他朋友送他 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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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就是 呃 就是 由於那一朵花之後 插在桌子上 覺得把桌子整理乾淨 再把家裡 家裡 環境也弄好 之後呢 他就 改變了他的一生 改變了他的生活態度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 呃 當然這個 後面的時間 留給大家 真的很抱歉 今天 今天只有這個 影片 那 我私底下再跟大家介紹 好 感謝大家 我們 內衡 我 我 買了 不是 有 你 我 我